介紹一下,這位是林安老師 她是曾經跟香港的各位電影大佬經常合作 對,跟許克、跟周星馳 然後呢,這次就是她幫我去梳理整個一篇 我其實非常感謝她,謝謝林安老師 作為一個香港人,我自己非常之開心 可以在自己的地方,用我自己的語言 跟香港的朋友溝通,多謝大家 那麼在做這個片子,我覺得大家可能有一點看錯 我一直在說這個片子是很粗糙的 因為在一開始的時候,並沒有覺得它是一個電影 我們只是面對網絡,做自己想做的小動畫而已 那麼那個時候,我剛好是 其實我說我不太想做動畫 我出來剛好,我覺得剛好有個朋友 他說你還是繼續做吧 那麼我身邊就是,是我兩位兄弟他們覺得 他們還願意跟我一起做 那麼當時就我們三個人開始做 就開始了這樣一個新的一個創作 那這是我們的執行導演 也是我們的藝術總監,叫小黃 大家好 那這位是我們的中美術 其實她的美術非常非常的棒 那麼整個現在這個片呢 其實並不能表現出她的美術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人實在太少了 我就跟她講 我說你必須要一天畫三張背景 一定要找到這種方法 那麼最後就呈現出現在的這種方式 好,大概就這樣 大家好 謝謝 剛剛你提到背景 剛剛說 我知道一開始看的時候 就覺得背景啊 跟場景洩記的特別好 我就想問一下 那個洩記場景花了很多時間嗎 還是那個創作的源頭 本來是 因為裡面的場景都是非常不一樣 而且是非常特別的 所以你們的藝術總監的過程是怎樣 我可以大概說一下 就是我覺得就是當時這部電影上的時候 他們說有些特色或怎麼樣 但是其實有一句話他們總結得非常好 他們說這部片子它的感覺是窮出來的動畫 就是它是窮出來的 因為我們看到我們的設定啊 設計啊都非常的簡單 然後呢 包括它的場景設計也是一樣 就是盡可能的節省成本 包括我們在運用鏡頭 所有的部分 就盡可能的省省省 那麼但是你省下來以後 你又不希望 你又不希望它變得很難看 那就是一直在想這些辦法 那我覺得呃 在場景就是最後 它美術風格的一個定位 到最後我覺得我們啊 小月半可以這樣子去啊 嗯 這個 因為採用那種 中國的那種水墨畫 可以有大量的留白這種意境 就相當也省了一大筆那個 實大實的去畫 嗯 嗯 應該 大概就對了 對 所以啊 您二二小者是 這個合作是怎麼 出城啊 就是也是因為你才有粵語版本嗎 是 真的嗎 肯定是 哈哈 嗯 嗯 或者我大概簡單說一個 我和大活發之間的一個 為什麼我會接觸到大活發 和我一個從來是未展過動畫 電影的人 為什麼我會參與一個動畫電影 嗯 我想剛才因為 其實做動畫的很多朋友呢 其實他們都比較timid的 嗯 因為他們喜歡在自己的工作空間裡畫畫畫 那樣東西 那所以呢 只有很熟的朋友呢 那我們就會真的 說得巴巴巴巴巴巴這樣 嗯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 關於我和這個動畫接觸的第一次 是在 我最早看過他的一個 我們叫 預告 那他 我當時 我 是給他的 畫風 場景 感動 因為現在我們實在生活 是一個太過繁複的世界 嗯 你看到很多 好萊塢的大電影啊 或者現在所有那些 啊 BIG BLOCK BUSTERS 的電影呢 他會是給了 好多好多的資訊 which is 有時是 多到根本是不需要 那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他由人物的介紹背景 他那個簡約風格 是打動了我的 那 那 而當時是 採條屋 也都是國內一個非常之有名的 啊 去 鼓勵 吹 那些叫什麼 吹 吹 那個 動畫 動畫界的一個公司 的老闆 那他給了我看 嗯 我想 這一部戲 是我人生裡頭第一部 我是主動求他 我想積極參與 因為由他故事的內容 以至到他的畫風呢 是我自己以前 應該是沒接觸過 我覺得在我的工作經驗 人生裡頭 我已經五十二歲了 今年 我三十年的 film career裡頭 我是沒接觸過 所以 我覺得 必須要有一個 這樣參與的經歷 所以我跟著就很快 就跟他們談完 跟著我就說 我們就開始一起去合作 怎樣有一個 本來是十一個小節 打算是在網絡上 做的一個動畫 以至我們怎樣把它串成為一個 可以在大銀幕今天和大家見面的長片 至於剛才Didi問 關於這個廣東話版呢 在我們製作的時候 我也曾經很任性 和老闆說 我很想很想製作廣東話版 如果我的語言能力 能夠再掌控到其他不同的領域的話 我覺得 我更加希望它可以做更加多不同的語言版本 因為我覺得 能夠真正打出 真人電影 做不到的東西 動畫電影能夠做到呢 是因為裏面故事的角色 你是第一次去投入 它不是劉德華 它不是張學友 不會有一個既有的概念 在你的腦裡 所以它帶給你的資訊是全新的 所以它裏面用的語言是全新的 所以它可以是衝出一個 因為之前經常都說 地域性啊 你們香港人拍香港電影 國內人拍國內電影 好像很難會衝出到這個疆界 我覺得 我第一次接觸這個電影的時候 完全沒有給我感覺到 這是一個只是給某一個地區看的一個故事 所以當時我是很希望 明知道是不會贊底下 我都希望老闆可以支持我去製作這個廣東話 所以當時我找的 你們剛才看到這個版本裏面的配音員 或者配音的人 我想有八成以上 不是專業的 你們現在聽到的配音員 因為我覺得只有投入 你才會做到它裏面真正的感覺 所以你會聽到 咦 為什麼那些聲音又好像很非專業 但是你又會覺得 會不一樣的感覺 是的 我覺得 我作為一個可以 懂得說廣東話的香港人 我希望可以帶一些 不同的故事回來香港和大家分享 我是說在螢幕上看到那個講粵語的角色 都特別有傾斜感 然後也覺得特別開心 所以也謝謝你們做了這個版本 對啊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粵語有一些梗 因為我就林老師你想幹嘛幹嘛 然後但是就是在國內的上映的時候 我去看評論 所有人都說粵語比國語好 所有人都說粵語的台詞比國語好 所以我就不說話 我覺得 我有補充這句 其實如果今天你們看完這個廣東話 你們覺得都算了 可以Pass有五十分六十分的話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國語版 其實國語版呢 會比廣東話版更有詩意了 更有那個大庫法院來看那個Fair 就是他會念很多詩啦 有很多真的國語能夠體現到的東西 所以這個動畫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你看不同的版本 你會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兩個版本其實都有 有很大的區別 台詞上面那個幽默的程度 還有那個導演的深度 跟我在改良的比較通俗的 都會很不一樣的 對看過兩個版本都覺得是兩個電影 所以在中國粵語的版本 其實在比較小的地方會像 還是廣東區 那肯定是粵語區吧 粵語區 別的地方有上嗎 我也不知道 我印象裡面 某幾個大的城市 它有混了那個廣東話版跟國語版 然後所以有很多人 本來打算去看國語版的 沒想到進去去看那個廣東話版 我只知道最尷尬的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第一次去廣州錄演 我就說 因為我講廣東話 那當時呢 你知道國內發行 那要去很多不同的主要的城市 那我就跟老闆說 我說那些講國語的信用我不去了 我說廣州講廣東話應該打主場 所以我就要去那個廣州那個看那個錄演 然後我沒想到我進去 然後我滿以為很有信心的 一進去第一句話用廣東話 他們都聽不懂 原來在廣州的都是 有很多因為從外地過去的 然後他們說的其實就是普通話 所以 原來真正打主場的希望是今天了 希望大家都其實是說廣東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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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導演 謝謝導演 其實那個鏡頭我個人感覺 我個人感覺就是這樣 他在就是 剪掉的鏡頭裡面有很多一些 我個人感覺就是如果是減分的話 那可能是一些節奏上的東西 因為我們這個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暴力的感覺 那以前可能他那些腦袋還飛來飛去的 那這些飛來飛去他是去壓音樂那個節奏感 是是是是 我個人感覺是剪掉了不少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以前那個篇 我個人就是以前 其實我一直做篇 別人都覺得我很拖拉了 所以我覺得 剪掉的東西反正 也不是那麼重要吧 我想是這樣的 然後林老師就一直在剪一直在剪 那個時候我被他剪了很心痛 但是後來我也覺得好像 剪了以後也就緊湊了 然後故事 也沒有什麼變化 大概是這樣 還有另一個問題 重點是說徐景佳 說啊 徐景佳 徐景佳 你那個內心的東西抱不住了 我覺得 我覺得我沒有去請他了 那個時候我最早的時候 其實是我設計了一個太子的形象 那麼開始我是覺得 太子就是一個脫世的這麼一個人 他有點像佛陀一樣 那麼到了後來 其實這個故事 我相信大家看完以後 他是有一點點壓抑的 就是後面那些非常忍性的東西 大家看了會非常的難過 那我就覺得 所以我去探討這樣一個深刻 一個一個非常不舒服的 往下走的 這麼一個東西的話 就是整個片子 他會覺得 我們就會覺得 會讓人很不舒服 可能會很難看下去 那後來就是 我覺得 我們突然就想到了 徐景佳老師 是吧 你想我們也就是一群大災難 然後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都非常喜歡他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這樣去設計了 我們也沒有去請了 我們只是這樣去畫他 那 所以說後來上了 其實我們還是有一點探討 也在問這個 是不是有問題 或者怎麼樣 那沒想到徐老師 他是非常好的 他也在那個微博上 就來跟我們呼應 就是這樣 好 謝謝 我的國語不好說 這樣的話 今天 今天 北京的大護法來了 今天看大護法 就是非常之應景 所以 就是非常之 有些相關的一個感想 翻不來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都明明有大護法 誰啊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 早幾年前 就是一個 就是諷刺版 就是 你是我非 我是你非 跟著就是 你死我活等等 OK 說回整體 就是 內容上 我覺得是聯想到很多 內地的歷史 文革 那個感覺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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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押制的 制度之下的 一個反抗等等 就是 很有這樣的 意外 就是在內地 如果是這麼通行 無阻的上映 就是可能 就是大家 不就是用一個 這樣的寓意方式 所以是覺得關 還是大家是 知道這個 現實 就是要在這個 隔縫之中 就是用這個方法 去表達這一種 扭曲的 一個社會的價值 不過 在形式上 就是 有些少少位置 可能 追追打打的場面 可能 應該會 不用那麼長 可能會減肅一點 OK 不行 謝謝 另外一個 其他問題 咦 Kiddy 是不是 導演有話說 沒有 沒有 OK 他說 機會能讓你多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首先那個 後面那個問題 就是 關於打鬥多了一點 其實別人跟我提起過 但是 最初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錯誤 就是 這是一個我的錯誤 就是 當時因為我覺得 做得太簡單了 所以我想多打一會兒 但其實是最後打 打完了以後 其實 包括很多觀眾 後來也跟我說 就是覺得太長了 那我後來仔細又去看了好幾遍 我大概知道什麼原因了 那我覺得以後是可以改一下的 還有一個就是 可能 其實 其實 確實有很多人在說一些 關於影片 有什麼內容 那 從我個人出發 我是 是講了 關於一個 個體束縛 和群體束縛 的關於人性的一個東西 那其實 我們在電影裡看到 他也提出了一個最核心的 和最深的一個問題 就是 哲學的一個終極的問題 那我覺得 在這樣一個 非常終極的問題 膚色之下 它肯定是一個 一個 社會的一個 世界的一個眾生象 那 很多人 其實 在國內的影評裡面 也是 有無數的無數的解讀 那有的人 他就看到了這樣 有的人就看到了這樣 比如說 好毛的理想 或者說 太子 他每個角色 也有人看到了群體 關於群體的解讀 那很多人 他就在問我 關於 這個 到底誰說的是對的 那我會說 其實 所有的影評 都寫的是 觀眾自己 就是 觀眾他能看到的 永遠是 他自己覺得的東西 我覺得是這樣子 好 謝謝 是這樣子 就是首先這個打鬥 確實我們 我們很簡單 但是我希望把這種打擊感做出來 其實這個感覺本身沒有錯 而是在 我個人後來去分析它 是你在整一個的過程裡面 它沒有升級 沒有變化 所以會觀眾 其實就是說 我們一看到它沒有問題 它這個感覺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它因為沒有升級 沒有進階 然後沒有重 就是最後就是 它會有重複感 那觀眾他會有疲倦感 也謝謝你們的 sharing 跟問題 也謝謝導演們 也希望你們在金馬 可以拿到張 也希望看到你們在台上多一次 好 那就 謝謝你們 謝謝 我們要開下一場了 所以不好意思